好,那假設我有第二個第三個,怎麼辦? 來,我們先看這裡 你看我在這邊,我有很多的任務有沒有 很多任務的,請問任務可不可以調整順序 你覺得任務可以調整順序嗎? 當然可以啊,但是問題是請問這裡可不可以拉 有沒有發現這裡都不能拉 怎麼辦? 你要比較多完整的功能,就不能用這一個 因為這個主要是編輯單一任務 您要比較多的功能,要麻煩您來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任務? 這個地方,所以您點到這邊來 調整任務的順序,很單純,就有拖曳就好了 好,這一堂課放錯了,有沒有拉下來? 就這樣,所以萬一你要刪除也是來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刪除 這樣知道了齁 當然,單一個任務裡面的那個教材順序就這樣上下而已 好,這就比較沒有問題 可是你有多個任務的時候可以像這樣 那麼,甚至呢,我今天如果有比較多的內容 我可能其他的那個教材,裡面還有,你可以直接用複製的 我來一次,這個教材裡面,我想要把哪一個任務直接複製過來 這樣你是不是整理一次就可以用很多次 可以用很多地方 因為這個是不同的科別 可是老師,您難免會有什麼 相同類型的資料 那我就可以直接複製過來 我不需要說每次都 重新再來一次 你只要負責去整理就好了 那這個呢,是我們在用 OneNote裡面在任務 如果您要比較完整功能的時候 建立您可以到任務這個地方來用 那其他的功能呢 等一下我們再來介紹 再來介紹 那,這一段我先講一下 是